哈喽,大家好 去年夏天我们有做过一个凉粉的视频 凉粉好,阿拉桑黑您就母 那有一个朋友留言说 母最会是切母握皮 那我想说 如果喜欢吃凉粉的皮的话 应该会喜欢吃凉皮 那属性我们今天就做一个凉皮 我们用最快捷、简便的方法 不用隔夜发酵 想吃就可以动手马上做起来 用半杯面粉 75克这样 四分之一杯的绿豆淀粉 就是30克这样 那其他淀粉也行 但是相对来说呢,比较粘 可以少放一些 你放一半就可以了 15克这样,不要超过10克 少许盐花 满满的一杯水 把它和成面浆 和到它没有颗粒 那或者你过一下赛也行 就万无一失了 这样过一下赛 就万无一失了 接下来我们把水先煮上 煮开 再准备容器 那容器好 不要大锅烧水的锅 底要平 最好呢,再薄一点 自身重量轻一些 可以浮在水上 降温也降得快 像这种装派的 或者外卖盒什么 不要有一个扔一个 家里留个一两个 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面浆一下不要放太狠 不够再加 让它跑到每一个角 既老 盘底千万不要加油 加了油它会打滑 那除非你上锅先加热 那加热以后呢 你就不太容易铺均匀了 火不要太猛 也不需要盖盖 那正好我们可以 有时间准备第二张 这样时间稍微慢一些 稍微久一些 我们就不至于手忙搅乱了 两三分钟这样 这张就好了 不要煮太久 煮干了 就不容易接下来 下锅后我们就用凉水葱 让它降温 凉了就可以接下来了 那第二张就这样叠上去 不用一层一层涂油 弄到煮干了 那切的时候呢 就这样轻轻的一张一张掀起来 这个每一张的这个表面都不粘的 所以你只要轻手轻搅 它就不会破 可以这样叠起来切比较方便 切好后呢一根根把它轻轻拉开 放入碗内 那或者就这样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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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油 稀释好的放过盐的花生酱 一两半蒜泥 正姜醋 那喜欢辣的话也可以放点辣油 黄瓜丝 你也可以放一点小肉 那我切了一些ham 如果你家里正好煮鸡汤 然后那个鸡胸肉 又不受欢迎的话 就把它拿出来 撕撕拌在里面 美美的凉皮就这样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这个视频 请点个赞 谢谢我们下次再见